這兩天亞洲最大的一個消息 就是馬雲的太太 她叫張英 在新加坡赤資11億 買了三棟的香林街屋 那因為我們台灣都只有 看到這個片面的一個訊息 所以我特別打電話 去問我們新加坡的朋友說 這是有年了 沒年了 還是買貴了 買食 先跟各位說 他們新加坡人每個人都搖頭 說壞客人又來了 發生什麼事呢 新加坡的這種所謂的香林街屋 他們叫祖屋 什麼叫祖屋呢 過去老華人 幾百年前跑到整個東南亞去的 一樓當店面 二樓三樓當作住宅 所以這個也有古蹟的一個成分 就是很有殖民風的 對 重點是 他們都在最漂亮的街道的三角窗 地點非常重要 他們說 他們這種有兩種所謂的池份 一種是99年的池份 一種叫永久池份 他說永久池份都不用買到11億 所以張英他這個 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天價 那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當地人這樣買 會不會貴多少 他說至少貴500萬新幣 到1000萬新幣 所以他這個是非常貴的一個價格 好 那這個街屋 他三棟街屋都在整個所謂的核心區 重點是 他之前是99年的 整個所謂的租約期 前面已經過了兩手了 所以他們是第三手 目前只剩下63年的一個租期 簡單的說 這個是買得非常非常貴 但買得非常貴 而且他要另外付60%的稅 對不對 對 還要付稅 他是外國人 外國人買新加坡的房產 就是新加坡人買跟外國人買 外國人要買豪華稅 要付奢侈稅的 所以很多的專家就說了 買這三棟 應該是可能做私人會所 來招待商業夥伴 但最近很多的整個新加坡人 看到這麼多的中國人來 現在其實頭有點痛 發生什麼事 福建邦現在在整個新加坡 大搞洗錢對不對 這個是在暗地這一塊 福建邦手上一大幣的現金 對不對 他們在買豪宅 通通付現金 然後付完現金之後 今天買的到底是贏的 贏的你也不知道 可是各位 轉了一手之後 他的整個黑錢就轉出去 轉出去完之後 就變成所謂的正當收入 然後之前這個洗錢集團 他們說新加坡從來沒有抓到 50億的洗錢集團 結果洗錢集團當天 攻破進去的時候 讓大家嚇一跳 為什麼裡面的名表 操跑 現金 堆積如山 這些東西網路跟垃圾一樣 跟不用錢一樣 但重點是在裡面的電腦 裡面的電腦 據傳有高達15台 然後什麼紅酒 什麼奇奇怪怪的都有 所以簡單的說 中國這些所謂的名門有錢人 在新加坡 真的是過著非常豪奢的一個日子 那現在花招越早越多 他們說好 不能夠買豪宅了對不對 好 那我直接買你們家的 幼稚園 因為我們華人都有一個習慣 我們不要輸在起跑點 所以我們非常重視教育 所以教育 各位去想 每個月月初都收錢 買教育機構合法化洗錢 然後很多人 他們也會去賭場洗錢 賭場洗錢很多人會說 賭場洗錢怎麼洗呢 很簡單 這個叫洗籌碼 什麼叫洗籌碼呢 通常賭場在洗籌碼 他們就是 例如你買100塊的籌碼 他會給你130塊 可是那個籌碼先說 那個籌碼你不能夠拿這個籌碼 去換錢 你必須要去賭桌洗過一次 那洗過一次 他就會給你正常的籌碼囉 正常的籌碼之後 你把它到整個所謂的櫃台 Check in那邊的時候 可以換真的錢出來 所以他們很多人就寧願 就找一堆人去賭場賭錢 很多人會說 賭場就沒穩贏的 很簡單的啊 你一隻桌子下去對不對 一個賭大一個賭小嘛 總不可能每次都是莊家通吃 慢慢洗 各位很辛苦耶 就這樣慢慢洗 慢慢洗 把錢洗出來 他的重點不是賭錢 他的重點是洗錢 各位想清楚 他是洗錢 然後現在很多那種高檔的消費 也成為洗錢 洗白黑錢的場所 所以現在新加坡 很多那種高級的夜總會 等等的 他們看到那個保姆車來的時候 上去開門的都會說 老闆好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新加坡的豪門 很多都是中國人 但這些中國人 到底是真的像馬雲這種 陣陣當當的豪門有錢人 還是那種很多都是黑社會 其實誰跟誰也搞不清楚